還沒聊完對不對 還有最後一個 對 還有最後一個 我們來解細節 天兵媽媽的糊塗事蹟 榮登第一名就是 口誤是家常便飯 舉例這個網友就分享 他會說 你躺好 媽媽現在在幫你穿口罩 尿布變成口罩 其實另外還有第二名 就是天兵媽媽們出門的時候 他們會不小心的 把小孩給放生了 有一個網友就分享 他帶兩個小朋友出去玩 但是專注力都放在會跑跳的 老大身上 結果完全忘記 在嬰兒推車裡面的老二 或者是帶小朋友出去追星 看到偶像太激動了 拿起手機狂拍 就忘記小孩放在原地了 只能說不知道是不是 越天兵的媽媽養出來的小孩 越淡定呢 現場的天兵媽媽們怎麼看 哈囉 Vicky姐 你騙我了 我跟你講小時候真的有 我自己的小孩有弄丟 差一點弄丟 然後我覺得那一次經驗已經夠恐怖了 就在最近 我差點把別人的小孩弄丟了 那一次我們一起 就是小禎也有去 我們一起去一個樂園玩 在台中 然後小禎就負責帶大小孩 那我就 因為我家有一個小學一年級的 然後她終於看到有一個 比她更小的妹妹 她就非常非常的興奮 她就一直一路牽著那個小妹妹 然後我陪她們兩個小小孩去玩 小小孩可以玩的遊戲 因為有很多身高限制 對 好了 這一路玩都非常的開心 我女兒跟著這個小妹妹 也非常的開心 直到最後 我就帶她們去商店街 一路都是我女兒牽著這個小妹妹 那她們就看到那個棉花糖 我說好 沒問題 你們兩個今天都太乖了 一人拿一盒棉花糖 再拿一盒等一下給哥哥他們吃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很開心 小的就拿著那個小小的棉花糖 然後我女兒還是要一手拿著棉花糖 另外一手還是牽著她 一直到我女兒說 媽媽我想買一個帽子 就是那個帽子就是會壓 那個耳朵會 會動 會動 我說好好好 那你要不要試戴一下 就在我們試戴的時候 她把手鬆開了 然後我余光 我余光還有看到那個小小孩 走到旁邊而已 然後我就看她戴著帽子 就是這個時間也真的 就是真的三分鐘五分鐘不到的時間 沒有那麼久 真的三分鐘 真的 然後呢 我就看著甄莉姐 妳還拿馬表計時 我就看著甄莉姐走進來 因為我的余光還有看到小孩 我甄莉姐說 那小的我說就在旁邊 我還很自信喔 就在旁邊 然後甄莉姐說 旁邊哪裡 然後我就一回頭 不見了 我就開始慌了 嚇死了 我整個汗就冒出來 而且那天很冷 我鼓的鼓的 慶天 爆冷汗 想說是不是被抱著 然後我還怪我女兒說 妳怎麼沒把錢 天啊 然後我就真的很緊張 緊張到甄莉姐也幫忙找 然後後來哥哥也進來 兩個哥哥也進來了 兩個哥哥說 蛤 什麼 我妹不見了 斯蓋也說 斯蓋也說 蛤 幹嘛 妳把小孩弄不見了 然後兩個看 全部箭頭指向妳 然後呢 然後我就還是一路找 甄莉姐在找我們 就是在那邊 商店一直繞一直繞 後來呢 兩個哥哥 斯蓋就說 幹嘛 等一下 我想到一個辦法 他就衝去對面 可是他年紀多少 廣播 要廣播 你說斯蓋嗎 斯蓋也才國一 對 然後他就帶著 那麼厲害 去對面廣播 問題是 那個小孩才三歲 他根本不知道廣播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然後他就在那 我們後來也是連路 又跑去外面 跑去外面找 還跑進去樂園 又跑進去樂園找 我整個緊張到 我說完蛋不夠 直接把人家小孩弄丟 我真的嚇死了 連櫃台他們很多工作人員 都幫我們找 我就說 你們有沒有監視器 我可以調監視器來看 那我才知道說 小孩 往哪裡走 甚至是不是真的被抱著 對 我覺得真的被抱著 抱著 然後抱到那個 突然我想說樂園裡面 不是很溫馨 怎麼會有人抱小孩 你知道嗎 抱去廁所 然後把他頭髮理掉 對 我嚇死了 後來我就看了 兩個工作人員衝出去 我說怎麼找到了嗎 他說外面那個服務中心 好像有 好像有看到一個小孩 然後穿粉紅色 我說對就是他 我趕快手刀 看到那個小孩 我整個給他抱起來 他整個大哭 我也哭了 我說 如果把你弄丟 我怎麼辦 我嚇到了 然後晚上 他回去了 我們就跟他 這個小孩的爸爸媽媽 會合了 然後他就說 怎麼辦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他就趕快 小孩找到了 他就趕快喝酒押金這樣 然後就跟他 對方的小孩講 對方的爸媽講 對不起 我爸的小孩 然後他媽媽也超呆寧 因為他也生四個 沒事嘛 我真的壓力好大 那是因為有找到 真的 那如果說你沒找到 真的太恐怖了 但對方也生四個 你知道嗎 如果是一個的話 一定會超緊張 所以你生四個也是 趙豬揚了 我是看到相反的狀況 一樣也是那種賣東西的購物 然後我就看到 突然有一個小朋友 然後他在那邊就是傻傻的那種帶著 遠地帶著 我說 我就覺得奇怪 沒有看到任何爸爸媽媽 我就過去說 你爸爸呢 你媽媽呢 怎麼了 他說 媽媽不見了 我說不見了 什麼意思 他就在原地等媽媽 我說我就稍微陪他等一下 可是完全沒有 沒有要一個人要回來的意思 所以我就後來就是跟那邊的店員說 你們要不要廣播一下 然後就後來廣播 沒多久那個媽媽 跑過來 他買東西買到忘記小孩 對 就是一直逛逛逛 然後還好那個小孩就是 沒有到那麼小 對 他就是比較單 對 就是國小 就是比較一年級的 然後就是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先 這種就乖 對 對 所以就是天兵媽媽就是會 養出一個獨立的孩子 他就知道要探討 就是他都不會再亂跑了 不過聽過那麼多故事 最好奇的是 到底這些媽媽跟小孩的感情 有多親密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想知道的 音樂老師 我們跟孩子的親密度是如何呢 那就請大家一樣 憑直覺選出一個小朋友吧 來 4433 233 為什麼今天選 1沒有人選 1沒有人選 先看1 那我們就先來看1 通常會選1的人 就是 可能要請你要降低標準 因為通常會選1的人 就是他對孩子的標準 非常的高 例如說他一定要考100分 對小朋友就會覺得說 你一定要達到怎麼樣怎麼樣 才可以 所以其實 通常這樣子跟孩子的親密度 也不會非常的好 就是事實而已 小孩子嚇得怕都怕死 對 2的話我看到是我們的大努哥 大努哥最近可能對小朋友 要注意的是你的情緒管理 可能最近對小朋友 有一些比較不開心不滿的地方 對可能他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讓你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 對 對 有可能有一些溝通上面 都大了 他們有各自的想法了 所以那你還會對他們兇嗎 不會 因為怕被他們兇 被他們兇 通常這樣子 跟小朋友之間的溝通 可能也會稍微出現一下問題 那他的親密度 大概就是只有60% 對 可能就是需要 就是你要在自己冷靜的時候 然後跟小朋友 能夠有雙向的溝通 這樣是最好的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一下 看到我們有很多都選3了 3看起來就很可愛 真的 那我們選3的朋友 就是溝通協調 其實我們選3的朋友 跟小朋友之間的溝通的程度 是都還滿好的 其實跟你的小孩 就像朋友一樣 都會聊心事 聊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他的親密程度是90% 真的 你願意聽他講 然後他也會願意聽你講 然後兩個人比較不像是那種 上對下這樣子 你一定要幹嘛幹嘛 就是你比較會聽他說 比較像朋友 對 所以這樣子是親密度 就非常好 然後我們看到有兩位是選4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選4的話 就是陪伴安撫 所謂陪伴安撫就是 基本上選4的人 可能平常對於小朋友來講 你們真的太少抱小朋友 或是陪伴小朋友 所以呢 是不是 所以你可能缺少了 有時候還是要稍微抱抱他 然後陪陪他 所以其實你們的親密程度 可能比起來只有4 所以他都在吃手血 對 因為你陪伴的時間 可能比較少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 反正就讓他獨立 然後你就比較沒有去管他 可是其實有時候小朋友 反而這樣子會覺得說 但是媽媽 都沒有造成 對 他可能反而會覺得孤單 所以會建議 如果是選4的媽媽的話 你可能要多陪陪 而且要多抱小朋友會比較好 好的 謝謝您老師 說真的 不管是天命媽媽也好 或是那種細膩的媽媽 其實我覺得共同的目的 應該都是希望小孩子 能夠平安健康的長大 對 但是最好最好就是不要碰到這種媽媽 不會啦 那明明媽媽 也是不錯啊對不對 小孩子能不能活著健康長大 就不一定 但不管是怎樣 我覺得就是說 陪伴很重要對不對 陪伴跟很愛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官網 來按讚分享跟留言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